新华社维尔纽斯2月19日电,记者郭明芳立陶宛国防部19日发布声明说,从美国采购的超过2000万美元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到获立陶宛。 立陶宛国防部在声明中,援引国防部长卡罗布利斯的话说,这批标枪反坦克导弹,将增强立陶宛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强化有效威慑力。 声明还说,这笔采购有来自美方5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 这批导弹是对立陶宛已有标枪反坦克导弹的补充。 2002年,立陶宛成为首个从美国采购该型号导弹的国家。 标枪反坦克导弹,是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制的一种单兵间设施反坦克导弹。 主要用于精准摧毁各种坦克和装甲车。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梯,护航十年。 全市大国责任担当。 田园、朱洪亮、李唐。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如需帮助。 请在十六频道呼叫我。 这条以汉英两种语言播发的通告,每天在亚丁湾上空回响。 对于航军该海域的中外船舶来说,早已不再陌生。 在翻墙林立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担当大国责任的满满诚意。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一些国家的商船,宁可等上两三天。 也要让中国军舰护航。 不少外国商船,甚至从国际推荐走廊驶过来。 申请加入中国海军伴随护航的队伍。 寻求保护。 有的外籍船舶,先后十多次加入了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十年来,中国海军先后为3400艘外国船舶实施了护航。 约占我护航船舶总数的51%,5%解救、接护的船舶中。 外国船舶占50%左右。 在跟随中国舰艇安全通过亚丁湾后, 各国商船纷纷通过鸣笛、灯光、电子邮件和感谢信等方式表达谢意。 有的还组织船员列队,向中国护航舰挺致敬。 2009年12月底, 希腊船王弗兰哥斯女儿掌管的纳维奥斯公司阿波罗号商船, 在亚丁湾被海盗劫持。 2010年2月下旬得到解救。 应希腊方面请求。 中国海军第四批护航编队温州舰和一架直升机, 成功将其接护至安全海域。 想不到时隔5个月后。 第五批护航编队访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已是85岁高龄的弗兰哥斯, 专程来到广州舰。 感谢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成功接护阿波罗号商船。 他动情地说, 海盗准备释放公司被劫持的商船时, 我们首先想到了中国海军。 因为中国海军快速、高效、专业, 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为中外商船护航之余,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优质的公共安全产品。 2015年春, 野门内战爆发。 第19批护航编队奉命暂停护航。 前往撤桥。 从3月29日到4月7日, 编队林仪剑、维方剑、威山湖剑连续作战。 先后辗转三国四港一岛。 分5批将683名中国同胞 和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 安全撤离战火纷飞的野门。 为保障好撤离人员在军舰上的起居饮食。 护航官兵将有限的餐厅、床铺都让了出来。 而自己食速简单。 甚至在通道合一而睡。 这, 让刚脱离险境的同胞和外国民众热泪盈眶。 几天前, 我还在面对炮火和死亡。 而此刻, 我已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你想象不到我内心有多么感谢中国。 从野门回到祖国的斯里兰卡侨民格伦爱德华说。 护航行动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2013年9月, 第16批护航编队严承舰, 奔赴地中海, 执行应该销毁的血化五护航任务。 2014年3月, 第17批护航编队, 长驱3500余海里, 参加满航MH370, 吃连航班搜救。 2017年4月, 第25批护航编队, 16名特战队员登上图瓦卢级商船, OS35号, 抓捕了三名海盗, 成功解救出19名船员。 与此同时,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着眼维护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的国际义务, 加强国际交流和务实合作, 与欧盟465特会舰队, 北约508特会舰队等,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指挥官会面制度。 组织护航指挥官会面交流20余次, 与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护航舰艇, 展开联合护航, 返海道,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演练, 与荷兰海军舰艇, 进行护派军关注舰考察。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还逐步建立了结合护航任务组织舰艇友好访问的新机制, 先后103次出访63个国家。 10年间,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已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生动诠释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第15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通过连非达团首次装备核查。 中国第15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日前顺利通过了入驻任务区以来的首次。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 联飞达团装备核查。 伊朗军方宣布成功研发新型巡航导弹。 伊朗军方2日宣布, 成功自主研发一种新型巡航导弹。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尼, 当天在德黑兰出席军方武器研发通报会时说, 这种新型导弹, 由伊朗国防部航空工业组织研发制造, 是该国一项重大国防科人成就。 北爱尔兰发生准军事组织式袭击事件。 北爱尔兰警方说, 伦敦德利巴利马格罗提地区, 两个地点于当地时间周五2月1日, 晚间8时左右, 发生准军事组织式袭击事件。 两名男子中枪。 199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 大致终结北爱尔兰30年来的暴力冲突。 这起事件凸显反对协议的武装团体, 依旧构成威胁。 中非共和国冲突, 多方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中非共和国政府与冲突多方代表2日, 在苏丹首都喀吐木宣布, 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中非共和国多个冲突派别, 在谈判桌上的主要争议点, 集中于权力分配, 以及该国过渡时期司法等方面问题。 美海军陆战队自杀人数持续上升。 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现役队员的自杀, 和一次自杀人数创下10年来的新高。 新华社安卡拉1月10日电, 记者秦燕阳诗春, 土耳其外长下午时奥卢时日表示, 土耳其将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打击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这与美国是否撤军无关。 下午时奥卢, 当天在接受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时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决定从续撤军前, 就宣布将在叙利亚的右发拉底河以东地区, 向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他说, 土方上月宣布, 推迟军事行动, 是为了避免美国撤军期间局势复杂化。 但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的决心, 与美国撤军没有关联。 恰伍时奥卢还说, 土耳其将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地区采取措施, 防止极端组织进攻续温和反对派和平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8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外交和军事官员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和库尔德问题。 但会谈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埃尔多安当天表示, 土耳其不能接受美国对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保护态度。 土方准备在叙利亚开展新一轮军事行动。 长期以来, 土耳其与美国在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合法性问题上分歧严重。 土方指认人民保护部队, 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属于恐怖组织, 而美军一直通过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与人民保护部队密切合作。 打击伊斯兰国, 美国星期四发布新的导弹防御报告。